Gov 公共房屋工作 嘉敏,我們又來到石排灣 去講Gov的公共房屋工作 我記得我們上一個系列已經來過 這麼快又有新的東西說 你要知道房屋這件事 不像魔術一樣可以變出來 建房子首先要有土地,還要有時間 我相信阿聰你剛剛說的 大家都明白 也看到Gov不停收回土地做儲備 不過你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Gov這十年入面 都是不斷地完善公共房屋規劃和配套 就像我們現在身處這裡 石排灣社區綜合大樓天台休氣區 今年七月啟用 正正反映了Gov希望透過增加更多 康體、文餘等設施來豐富社區功能 這樣的話大家就住得開心 即是Gov這十年的住屋場效機制 一直按照社屋為主 京屋為父的公共房屋政策 落實各項工作 包括全力落實萬九公屋的興建 分配和管理 後萬九公屋的規劃 亦都開展了各兩次京屋和社屋的申請 Gov也承諾在年底之前 會再次開展京屋的申請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今年立法會通過了新寫屋法 明年八月開始就可以恆常性申請寫屋了 我和我幾十歲都可以有間溫定屋給我們住 我們已經很感應了 心情是這樣的 好像好東西 終於學習了 申請的過程大概一年不幾個月 我有長期避患者 我的腳也不方便 所以可能政府和管理局 就大量我們 就加快了讓他們上樓 這個租金免費了一年 然後水電也免費了 還有電梯費在裡面 管理費在裡面 差不多全部都在裡面 特區政府真的關注了老人家 一二年的時候 知道我們自己中了 就來這邊 那時候當然很開心 我爹地媽媽很興奮 直到現在 有車了 交通方便 停車場有 就開始有些超級市場 他們就來做的話 就方便很多 之後就下去走下去 就早餐吃 店舖也多了 人多了 環境更好 熱鬧了 所以政府的房屋 這個經濟政策 對我們這些市民 一定是在保護所 我上樓更開心 這裡的環境很好 起碼我們住舊區的時間 沒有這個環境那麼好 我們老人家最好 有這些床 對不對 最重要是 又不用加租 最重要是政府這樣給我們 現在我住這間京屋 其實在醫療或生活上的配套都適當的 要我買菜都很方便 樓下有 對看醫生樓下都有 我暫時覺得都滿意自己現在所住的環境 那個周邊配套 石排灣這邊的公屋 我覺得設施比較方便 因為這邊是住宅區 以我以前的想像 我以為這邊會很荒蕪 現在這邊我覺得都很方便 又有超市又有街市 就回居民 建多了這些社屋 也有很多政府停車場 可能解決這區的車位問題 近十年 GOV不單止自力地建公屋 對於舊了的社屋 都很努力地改善居住設施和環境 就好像更換了 加翠麗大廈的升降機 以及開展了 坦仔和台山的平民新村重整工程 是的 還有這個翻新社會房屋 為長者提供無償的家居維修服務等等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改善居民的主屋環境 那今集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 就看看嘉賓和居民有甚麼跟我們說